大家好,我是志祺! 8月15日就是高雄市長補選了 上次我們訪問了民進黨籍的候選人陳其邁 那這次我們要來訪問的 就是同時具有親民黨跟台灣民眾黨黨員身份的 高雄市議員吳亦正先生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高雄 那首先就請吳亦元跟我們的觀眾打個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吳亦正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發布說馬上進入我們的第一題 第一題是2018年的時候你也曾經就是參選過市長 但半途可能就退選你也支持了其他候選人就是憨過瑜 那當初決定退選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以及你這一次是不是就會堅持參選到底呢? 當時候我們2018之前 其實我們在高雄這幾年 其實我們在議會做事有部分黨派 只要說市長願意很認真來做事我們都會支持 那所以說在陳市長以前的前八年 就是兩屆他也很開城布公 對不同意見他也進步的觀念他都很支持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得很愉快 那時候甚至說有光榮感 第一次高雄的光榮感是正在紀念 可是好景不長在第三屆 他剛好我們縣市合併他可以做第三屆 第三屆的之後他們則整個內部派系一直鬥爭 那他後來也到台北去 整個留下的這些候局時代 他們民進黨內部一直鬥爭 造成高雄是好多的問題 四處抗爭 而且抗爭可能因為環保的問題 很多是居住正義的問題 這些都曾經民進黨最珍惜的一些價值 結果他們全部都跟人民對抗 那所以那四年我們真的很忙很忙 一下李柯勇讀書館捐贈的問題 一下大溝頂強拆的問題 碼頭山掩埋場的問題 包括費魯渣到七山亂倒到農田 那怎麼還說他合法 就變成官逼民反嘛 所以說那時候我們真的很氣 那因為我們投注很多的議題 那所以我們對這個社會的動脈發現 大家對民進黨這種無法忍受這些 因為高雄大般以為是民進黨底盤是很厚的 那但是他們被寵壞了 那所以說我覺得我看到這個社會這樣很差勁 那另外一位國民黨呢 上一次選怕了 就是99萬票比四五十萬票 國民黨早就要器械投降了 根本沒有一個期待 那你既然沒有期待也沒有人敢選 那後來韓國瑜那時候是他們的主委 他也不想選 他本來要去台北市參選 報名他們初選 結果被強壓下來高雄 因為我們對高雄的熱愛 我們這個城市 我們自己在這裡居住 我們很多的理想很多的做法 我們希望能夠往前走 那時候我們就是所謂不知量力 因為我們也說都是所謂在第三勢力來參選 但是我那時候也覺得說 那我出來選 那你國民黨既然也不願意參選 你不要提 讓我們一個好好的一對一 國民黨也不理 跟正式是一樣的 也不理 就後來就硬拍一個 那我在想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第三勢力比較巧 然後雖然我們的政策面 了解都比他們更強 甚至比民進黨更專業 然後也知道高雄的問題 但是還是基本盤 還是我們現在選舉就希望有贏 不是只是來好玩的 那最後我就說 我只要做民調 我自己就宣布我要跑幾個月 那我們做民調 給大家看有機會 我們當然如果 我一個人如果可以跑10幾% 15%我自己設定的目標 我一個人呢 其實跑的時候我當然選了 但我們跑了三個月之後 真的是 還是這個政治還是很現實 我們沒有怪那個 因為我們不是說 這是常理 因為我們的整個人量資源本來就不足 後來我們到一個人就跑到6% 我覺得 當然如果有理想的 對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就給我們支持 但是還是不夠 那時候韓國已經宣布參選了 然後也選 那不至少 那就讓一堆讓他去打吧 讓他能夠把這個民進黨的整個 在高雄被寵壞的一個政黨 然後提出來這些政見 也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支持一個 民進黨的對立面 不是支持國民黨 也不是支持韓國瑜 實在一樣 希望民進黨這20年 在這裡已經太傲慢了 支持那時候我們是為了是這樣 才願意反對民進黨 而不是說最大的目標 就是希望民進黨能夠下來休息一下 這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那希望有很好的另外一個可能 否則那時候我也知道 韓國也沒準備好 但是我們現在改變那個政治 整個勢力是不是能夠重整 然後能夠先解構 這是我們那時候的期待 所以說不是說韓國比成績 要逃個泡海哥 對啊 好那接下來的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也是非常多人 他們很在意的 就是說身為一個親民黨的市議員 那為什麼這一次 不是用親民黨的身份來出選呢 因為親民黨對這個所謂的 親民這個縣市長 我大概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 那所以我上次2018年 也是用五黨 因為你如果要親民黨 同意要他的推薦書 他們考慮的可能就很多 OK 那我用五黨就我一個人 那反正他們就尊重我的選擇 這對我也很尊重 所以我也有跟親民的關係 大家都保持很好 那這一次會用民眾黨 是因為我們本來 民眾黨也有來招握 就是說在兩年前談這件事 但我們跟他也沒有談到 先市長的選舉 因為他們是一個 不是民眾黨那時候刻拼 在台北跟親民黨的整個互動 黃成生 林國成 包括宋主席 那時候大家互動都很好 那我們的支持者也覺得說很自然 地產勢力自然就會站在一起 那後來就是 總統選舉好像立委選舉 沒有談得很好 就成立政黨的時候 上面有一點不太合 那是那上面的關係 但是我們的基層大致都還好 那他們來高雄這段時間 我們也會提供一些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政治 政策工作者 其實我們不是只會 一般人講的政治人也算 但是我們真正是在做公共政策 政治還是要回到核心問題 是處理政策 你提出什麼政策 怎麼執行 才能改造我們的城市 或整個國家 那這個是 我覺得在柯市長之間的互動中間 這個方面 你跟他談有的沒有的 他也沒興趣 坦白講我也沒興趣 可是談真的他有興趣 所以我會有興趣 所以坦白講我也不是 我也是很內向的男人 那客市長也大是他個性 也是那種的 但是我們談政策 兩個都充滿了熱情 這是我想跟民眾黨 在這段時間的互動過程 但我還是建議說 這次選舉以前是2018 我認為任何人跟民眾黨對抗 就是對抗一定是五五波 不是99萬票 比2比1的那個狀況 這一次是相對比較弱勢的 因為現在順時中 大家就知道 然後因為霸函 經過霸函的事件 反正就不好選 那時候我建議 因為那時候他們要 布局說你們應該要2022 再好好培養人才 提出這再來 那這霸函是來得突然 而且要選舉不到三個月 兩個月民進黨就是很炸 兩個月就盡快就要選舉 大家都措手不及 那他有問我 那我是說要跟在野黨 不是跟國民黨 我說希望在野黨 國民黨你也不要提名 民眾黨也不要提名 我們來替高雄爭選 找好多人才 好好來談高雄的問題 我正平政黨他 也聽我的建議很好 所以他不是要去找國民黨合作 他只是聽我的意見 跟高雄人合作 這個觀念完全不一樣 那民眾黨接受我的意見 可是國民黨不願意接受 也不聽 因為議長他們也不遭好 所以就朝了另外一個 不同派系人來選 市長平衡他們內部的派系 而不是為高雄人 在思考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這一次對國民黨 雖然不管他的政黨是怎麼樣 我們總是期待在野黨 能夠有合作 在好的對於高雄來講 可是不當一回事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 會遠離人民這麼遠 不是沒有原因的 從這件事情 照理講你是大的在野黨 要來找在其他小黨 或無黨的來合作 那其實這次是我來找 民眾黨跟國民黨 跟其他高雄人民合作 民眾黨會接受 國民黨不接受 所以說為了只是派系 平衡來提名 我坦白講 做一個我們高雄 這麼熱愛我們城市的人 真的是看不下去 那我也知道 真的很難選 這就 所以說很氣很氣 又怎麼樣 後來柯市長 那時候剛好在台北開會 就碰到就剛好就約見面 他說那不然就把你的理念 我們就是 參選用民眾黨 但是按照理念 因為我們對高雄也沒那麼了解 那就按照你的理念去推動 那雖然很辛苦 那我們都願意幫忙 就在那剎那之間 我就決定了 OK 就走到現在 三個禮拜 就走到現在 了解 那這邊我覺得大家會有一個 另外的問題 就是其實基本上是有保留 清明黨籍的 因為時間很短 因為當時候在 報名的前一天 剛好在台北去開會 代表高雄市議會去行政院開會 那因為我沒有準備 那時候沒有準備要參選 OK 那都在決定 在下午一決定之後 趕快打電話給他的秘書 因為民眾黨跟清明黨 其實我們都是所謂的柔性政黨 所以說我還保留了清明黨 然後跟民眾黨會做 那這樣假如說 兩黨之間 可能傳生了一些旗艦的話 那到時候你會怎麼想 你放心好了 因為我很有主見的人 OK 我好像政策的傳教師 OK 我不管是對清明黨 也是都是我告訴他們 所以你是比較主動的那一方 對主動 然後民眾黨說 你這個事情不對 那個事情應該怎麼做 怎麼談 因為我們自己 是專業出身的 我們念政治 念財稅 念國際政治經濟 而且我們很認真在地方 體制這些政策 都是很 雖然很地方 可是很國際化 我們對整個城市的 國際的城市的競爭 國家的發展 是很專注的 所以說不管跟國際組織 所以我們看城市該怎麼發展 坦白講 我們是算可以當老師的 所以說我們的 不是說政治這麼是議員 立法委員比較大 不是這樣講 對政策 公共政策 我們的專業度 跟整個可行度 是比大多數的政黨 還要了解 包括對民進黨 對國民黨 所以說 我們今天的政策 是希望推動這個政策 跟公民團隊跟專業學者專家提出來 我們是希望不管是親民黨 民眾黨 民進黨 國民黨 五黨 我們都要一一跟它說明 在推動 本來這是政策才是核心的 我不是政黨的工具 所以說沒有什麼 要聽誰聽誰 我還認為說 如果親民黨跟民眾不對 或不對盤 我還看一下 哪一個比較對 對 那下一題是 就在這一次當選之後 其實就只剩下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可以處理事成了 那在這一個時候 這一年多 你的優先的想處理的事成 上回是什麼 我覺得要解決低薪經濟的問題 低薪經濟 那因為我們對高雄已經太了解了 有什麼資源 我缺什麼 那有哪些人才可以用 這是我們過去一直在建議市政府 那我們認為 我們的低薪的問題 就是一個整個產業結構 那你產業結構 我們認為說 有兩種方法去處理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因為你要什麼電子業 要投資 你爭不過竹科 你爭不過台中 你到台南已經差不多stop 他們就是所謂電子業 而且現在的電子業 都是很少請人 它投資都很大 1000億3000億 可是都關燈工廠 就是自動化 它用的人很少 所以說高雄不需要去爭那個 對我來講沒有優勢 你老是跟電子業爭心去幹什麼 最重要是要跟高雄既有的傳統產業 怎麼讓它提升 那在全球的這些城市裡面 我看到的是就透過什麼 說過所長設計 所以說高雄有 我保存了一些左銀眷村59公頃 他說為什麼要保存這個 我也不是一個文青的分子 我只是對文化空間保存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參考像柏林 我是到柏林去看的 他把舊空間保存 對全世界有設計人才 有創意人才 邀請到柏林來 免費給你住4年 那我們也在高雄一樣 我有作用眷村 邀請所有的有創意的 有相反人到高雄來 那男友你不是設計你的產品 去博物展覽 然後拍個IG就結案了 不是 我要帶你們去傳統工業區 你們的大發工業區 有好多的產業 你的創意你的想像要實踐 要跟產業結合 我們的一些 不管是椅子 原來只有600塊 透過設計去德國參加IF獎 變1200 我的成本一樣 我的手用電一樣 可是產生一倍一倍的產值 他就會請更多人 設計師也有工作 然後傳統工作也機會增加 而且都是薪水尾不差 因為你要把產品拉高 產品的那個產值拉高 那拉高就透過設計 第二個 下一個世代 坦白講 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的國際金融科技 那立法院有好不容易通個沙盒 很多人不懂這些東西 作為金融沙盒 全球都在追求這個下一個世代 華爾街的整個投資 都在往這個下一個世代 那一般人不懂 甚至於台北人也不見得懂 他們好不容易成立一個 300坪的台北金融科技園區 我說我高雄我3000坪都有 就醫會 我也是保存 我告訴市政文 你不要給我給什麼警察局 行大來進駐我的就醫會 我就醫會要保存 我要做一個國際金融科技園區 因為它裡面包括什麼 包括區塊鏈的技術 包括電子支付的技術 包括大數據 包括資安的人才 包括種種相關IT的人才 那以國際金融科技園區 我們那裡面有50個研究室 一元都一人一間 一階十二品 就是一個新創公司 三人到五人的 你大一點我兩間給你 很多新創公司 它在研發這些產品的時候 我試著我可以 你來你研發 我可以跟你投資 用高雄那種創新投資 你的產品我試著我可以用 我是優心給你採購 因為你的concept 我們叫做Proof of concept 你的概念必須要有人幫你用 那你用了產品之後 你再研發再修正 你有業績 你才能往外外銷 所以說我們希望兩個事情 一個就是所謂 透過設計跟傳統產業的結合 第二個就是下一個世代的產業 那其實就是這麼高雄 對我這樣的優勢 那我們也希望這兩年 很快把這樣的一個建構起來 我在剛在聽的時候 在想 因為我自己是設計業 然後我就在想說 其實每個城市 不管是新竹也好 桃園 然後台北 每個大城市都會講到這個 因為設計畢竟它的盡力比 其實是比較高一點 對 可是這也代表著 這些人他們也同時來競爭 這個產業的人才 那像我就沒有辦法離開台北 因為我的暗主 其實真的都還在那 即使我們已經做了很多 跨國的生意 那在這個方面 你覺得高雄有什麼 具體的優勢或具體的策略 可以讓這些人過來這裡嗎 我有個想法就是 我們不是有一個叫做社會上 有一個叫做最低生活收入這個概念 可是我概念 我不會有辦法對所有的人 可是我可以對這些優秀人才 我要的這些人才 所以我的薪水 比如我政府來請 OK 我比如說1000個人 那是駐村藝術 對 駐村 我給你4萬塊 就是大概接近50萬的人才 你到這邊 政府請你 然後你到這邊 但是你要寫proposal 你在做什麼 然後我會對接我的傳統產業 變成有點像公園院 只是公園院是技術的 我是設計人才 我是IT的人才 我是對接 我請這些人 第一個這些群聚效果 不同行業的設計師 那比如飯店 比如說我們一些 美麗島大道 有一個飯店叫中正大飯店 那個在做一些旅行社的 5600塊一個房間 美麗島兩個捷運商1800億 居然那個飯店是在賣5600 那你說要投資他們也沒錢 要設計他們也沒錢 我政府可以去投資什麼 我可以去投資 因為政府雖然窮 可是我的資金的調度 0.5%而已 利息 我可以去買 買過來也不是 我也不是亂去發錢 不是說真的花雕 我去投資 我買來我利息很便宜 那懂設計人你來設計 你要經營的你來經營 讓懂經營的懂設計的 去做你們在行的 懂飯店經營的懂設計人去做 那個capital 那個人民比較辛苦的 那個政府來買 政府來處理 那接下來的下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都知道說 政策難免會有一些延續性 那如果是上台之後 憨國瑜有哪些政策 是為你會想要延續的 又有哪些會是想要終止的 第一個他後期 提一個叫做國際化學術 在地高雄的人出過 有一百個名額 那工人員能夠出外 修停職 留職停職去出外學習 這是不是他講的 是我之前就有提過的 OK 我覺得城市支出 我想講的capital 政府雖然沒錢 但是這個投資才可以容忍 那邊這個錢 讓高雄在地的年輕人 等於說高雄是自己 辦公衛留考 OK 而且我們自己留學 什麼是好學校 什麼是永德學校 我們很清楚 但是我會優先到歐洲 因為很多歐洲 歐洲沒有在到美澳 但是因為歐洲第一個學費便宜 不管是德國 法國 而且都國際級的 那荷蘭 但是我們就給他生活費 那住車費也沒多少錢 德國也沒多少錢 住車費也沒多少錢 但是大家我們以前都是 來來來來 來來去去去美國 我們的思維就是美國 日本大陸 三個主座標 其實很多的整個 國家很多思維 社會科學 法學 哲學 包括環境 建築 其實歐洲更精彩 比美國更精彩 比日本更精彩 所以說我會推動的是 往歐洲的方向更多 然後第二個這個國際 包括公務人員 以前像我當議員的時候 出國考察 其實每次考察 每次回來都是我的質詢 都是我推動 包括公務腳踏車 綠建築 太陽冷船 我們的什麼綠建築的整個火車站 然後永續的交通工具 環境的議題 氣候變遷的議題 都是我出國帶回來高雄 然後再影響市政府 那所以說市政府 如果他們有去 就基層公務人員 尤其他是科長 股長 他如果能夠看到 那個城市的進步會很快速 那個投資絕對合得算 那第二個他們提的那個什麼 其實賽車我很有興趣 OK 賽嘛我倒是沒興趣 但賽車我絕對不是F1 嗯 賽車是Ready 那個拉力車 拉力車就是以現有的車 現行的車你去改裝 因為我說改裝 因為我們高雄有很多個 機車工業 或汽車的那種技工 他很會改裝能力 但是我們的法律限制 那我們當然是中央法律 但是如果地方委員開放的話 我會找一些地方的資質條例 去辦賽車改裝 因為我們台灣本身就是 汽車台的外銷的大國 因為我們中鋼它有下游 中下游都是這種汽車材料 很多這種Tesla BMW 汽車零件都是高雄做的 那我們只能供應當一個材料商 事實上我們可以去辦比賽 比賽帶動的後面是 改裝的技術 改裝的材料 那可以讓我們的產值 讓我們的技工的技術 可以得到一個 透過比賽可以 所以說比賽不是好玩說 大家買門票 這樣不知道多少錢 是要那個產業 那個技工 讓很多的懂得改裝的 能夠放 不要老是看Discover 看他們可以做 我們不能做 我覺得台灣要Liberal 要解放 很多思考 不要被綁住 那從 但是還是從產業面開始 讓每一個有能力的人 都可以追求他的夢想 那政府是在做一種協助的角色 所以這是一些政策 這是我滿喜歡的 了解 你有哪些是一定會停掉的 愛情摩天人 我說做愛情摩天人 不是說可以跟不可以 你不要把它當證件 然後要追處 因為那個海岸縣高雄是 最重要的港口的一個改造 那個要很多公民的參與 很多學者專家 絕對不是說一個市長 或哪一個局長 決定要做不做 那個要很多的討論 很多學者專家跟公民 他廠商有哪些想法 要大家來討論的 不是說要做 我覺得要做也是問題 叫他不做也不對 是大家來討論的 我很好奇 當時你做一個議員 聽到市長他這樣子 提出的這個證件 然後他中間一直不斷的 告訴大家說 他有在往下弄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做不成 因為我知道 中央跟 因為我了解那種事 應該是中央的土地 因為中央跟地方有一個成一 叫土地開發公司 那一他們這樣對立對幹 坦白講 成不了事 我眼睛就看到 所以我連諮詢都不用諮詢 他一定成不了你 OK 因為政府 像我當成一個第三司令 我才很清楚 你要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理論根據政策可行 法令可行 然後要去說服 你不要常常動不動 小事情就跟人家鬥 那你愛鬥別人就愛鬥 那你講你別人就講你 就是這樣 那下一個問題呢 就是也很多人在意 其實跟剛剛可能有已經有講到 就說高雄的北漂問題 真的是蠻嚴重的 像我們公司 也有非常非常多是從高雄來的人 那這些人北漂的問題 我想吃 第一個是 你覺得這算是一個問題嗎 然後再來是 你覺得要的話 你應該要怎麼樣去解決他 我覺得應該要的子女 我還是希望他往外走 去台北 去香港 去新加坡 去紐約 你要先年輕要出去 去外面闖 但我高雄不是要年輕一畢業 就留在高雄 我們不是年輕人去闖 沒關係 我們來支持他們 那我高雄要爭取的是 不是我的子女要回來而已 我要做到讓人家 連外線是他願意來這邊找機會 那如果我們高雄的人才 當然這裡有機會 他自然就會進主 不是因為他是家鄉 我愛我的家鄉 我回來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對一個情緒勒索 也沒有用 那所以說 如何把城市的這個創新的機會 包括港口的文化 包括產業貿易 這些行業 這些所謂的 比如現在很多疫情之後 其實沒有疫情就是所謂的電子商務 那你電子商務就是 你的交通海空之間的連接 高速公路的高鐵的連接 還有那個很敗貨很重要 郵遞那個物流業 不管是倉儲 或者是跟各國在簽那個物流的合約 那個是最重要的 包括支付系統 你這麼把它變成一個產業 那你的產品就很容易流通後 包括不只是自己生產的 包括做貿易跨境的 你的金流 你的物流 如果說那個是產業 如果你把它做一個做很好的配搭 他們自然就會過來啦 嗯 碰環潮 不用說你刻意說去增加 我覺得年輕人要的是機會 那我要去跟別的城市競爭的是 我要提供更好的機會 他們自動就會回來 我不是說 你需要什麼 我幫你找回來 不要 我的子女我都希望她外面去從 了解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問的是 交通運輸的相關問題 這邊會想要如何去規劃 跟完善高雄的交通路網 以及對於可能像輕軌二階的後續處理 還有路平有什麼想法 第一個我們對交通 就是一定要推動大眾運輸 大眾運輸它有幾個 可以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車禍 像台北車禍你知道 你們那麼多捷運 一兆多的捷運 你們的人比有多 人車比有多 你們的車禍需要送醫院的 2萬人 包含不分死亡的 高雄一年多少人 為什麼 7萬人 我每天要發生200件 平均 軌道真的是比較安全的一種 對 相對大眾運輸 不管是軌道或是公車 那個時候是相對安全的 任何城市的大眾運輸發達 它的車禍率降低 空隙污染會減少 第三個 它城市的人形的空間會擴大 對 因為當你大眾運輸不發達之後 大家就要自救嘛 自救什麼 開車嘛 騎摩托車 那一停車位 停車位嘛 就把所有人行道 慢車道都占滿了嘛 所以說大眾運輸一定要推動 那因為我們高雄 對以前財政也是問題 然後大家不重視 所以說變成只有兩條輕軌 那這種大眾運輸 你有一個規模 你如果只有兩條 你那個大眾運輸不來的 撐不來 台北也是一樣的 一條兩條也沒什麼人做 第三條才開始 越多條 這個實用率越高 那所以說我們高雄 可能短時間內 就是所謂的兩條捷運以外 就是輕軌環狀線 所以我們會趕快 第一個把第二階段 因為這段時間的正義 我們也把正義處理好 大部多數都比較接受的 民調我們自己做 大概從4比3 4支持反對3 現在大概5比1了 我們的那個方案 所以說 如果能夠當選的話 兩個月就可以把這些 最後的Final 把確定之後 可以送交部 可以很快就往前走 那在下一步 我們還有一些規劃 現在有個叫做 介於VRT跟LRT 就輕軌中間有個ART 就是我用公車 可是我設計的很漂亮 電動的 那因為它在固定的路網 就像你們台北 在新一路人愛路 有固定的路網在跑 所以它的變數少 所以我可以把 自動駕駛的技術用在裡面 自動駕駛要放在一般道路 那個還有很多要克服 要放在那個固定的 公車專用道 它相對技術門檻低 現在的技術都可以達到 第二個它那個輕軌 或者是ART 或者公車專用道 捷運還是沒辦法構成 還不夠 那就所謂共享交通工具 台灣的公共腳踏車 也是我去帶進來的 我們去 不是我去引進 是慣例引進來 它不是廠商引進 我們去去里洋 2007年去看 然後回來2008年 高個平開始住 後來才有台北 那因為我們的腳踏車道還不夠 然後財力也不夠 那個還是要補助的 台北是後來居上 做得比我們好 那但是我們就希望把 不只是傳統的公共腳踏車 還有公共電動腳踏車 甚至於電動摩托車 無裝的 甚至於小車電動出車 因為有些點 Dow to door 就是最後一頂路 還是要透過這種 所謂的共享交通工具 那每個人不用買車 不用幫他買一部車 如果說你真的有需要你再買 如果不需要 你不只是可以做大眾運輸 你要去一些特別的地方 大眾運輸到不了的 這些共享交通工具 就可以達到 所以我希望高雄成為 全世界最友善的 共享交通工具的一個城市 然後路平 當然這還是要持續要做 我們高雄的路平 很多市民 看到李四川後 都跟他鼓掌 按大目掌 雖然是韓市長的副市長 可是看到李四川出去 大家也不怕他這隻的 為什麼 它廠商沒有換 都是高雄以前的廠商 柏油路都是那些 當然預算有增加 因為他重視 但是買的價格一樣 但是量做的比較大 為什麼 Why 這才是問題 都是廠商 同樣的廠商 為什麼現在做的好 以前做不好 偷工減料 以前為什麼容許偷工減料 現在不容許他偷工減料 就這樣 我覺得政府做 所以說政府的市長的操守青年 那第二個 人力 因為怎麼去運用政策 跟人家跟中央 怎麼合理的合作 不同政黨怎麼合作 第三個 財政結構怎麼去改善 你要站在市長的高度 去跟高雄的 不分黨派的立委 但我們現在只有一個黨派立委 也沒關係 我們希望不同黨派 真正會高雄 我相信大家都會感動 因為一起做事 我覺得剛剛 講到了蠻多的政策 不管是交通的 或者是前面的 針對可能青年的東西都好 就是我在訪問很多人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這些政策 在一般的大眾眼睜 聽起來 可能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 每個人提出來的人 就為什麼他要投你 你有什麼樣子的特色 你有什麼樣子的經驗 能夠說服大家說 沒有 就是這些東西我來做 會跟別人不一樣 我在高雄 已經當所謂的第三司令 18年創作到尾就是這樣 可是那幾年 高雄是一些好的政策 我相信有一半都是我推動的 那為什麼有能力 大家可能會不知道 因為我們低調 為什麼要低調 就把功勞貴給別人 不管是做什麼事情 都去說服別人 把這些理論 怎麼方法告訴人家 高雄的鐵路地下 是我推動的 然後第二個 勞健保本來我們高雄要負擔 每年要五六十億 我們沒有錢 就累計負債四百多億 只是勞健保 錢還不算 查過我們土地的健保局 那我發現這個問題 我就提出 因為我們令過財經 保健財經法跟憲法的分稅制度 告訴市長說 你要去拜託我們的高雄 不分黨外立委 提案 然後今天 因為勞健保是全國一致 應該歸重要 不是這樣的地方 就提案 那我就請立法委員去連鎖 就有小港的民進黨的郭文臣 他提案你現在大家都簽名 半年就過了 我今天那個沒有休 我現在是合併以後 每年要負擔九十億到一百億 你看這十年就要再多一千億 所以說你一定要 兩件事情 你要專業 你的態度 要共榮共存的這種涵養 民主的涵養 我們可以不同黨派 可是我們為了高雄市 我們可以有很多大家共同的利益 一起來推動 都可以推動 所以說 我已經在示範了十幾年了 我都議員 一個小議員 在這個政治權力裡面 算是很低階的 我都可以推動這麼多事情 你想想看 當我們 要當市長當然辛苦 可是一當有機會當市長 那個帶動大家不分黨派 一起來做 我這次跟大家說服著 我們有這個機會 不要被黨派綁住 那如果說有這樣的機會 這兩年 一定會把這些 我們過去做得不錯的繼續以外 把還對的事情還沒做的 我們一次 讓它兩年就可以到位 那再來是一個 我們頻道觀眾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要不要恢復大港開場 大港開場 我們也都一向都支持 坦白講 大港開場 一開始是林昌佐 跟林建黨關係很好 所以說 得到很大的預算 但是後來真的產生了 對城市很大的效 對 我也要做 既然是都是 對城市好事 那就繼續 不只說 就讓它能夠繼續開辦 但是我們也希望撐香差距 我知道 像我們參加 那個 旗山 那些有台青椒 他們辦了好幾年的搖旗那海 每年有時候我們還幫忙贊助 要贊助他們 就幫我拍個片鼓勵 都很多很有生命力的地方創生 包括大林埔那邊空屋 那邊有一個風音樂 有音樂記 今年本來也是二月要辦 我們也都是 不多錢 大家可能 大家都錯兩千三千 很多 越來越多人捐錢 那是在那邊辦 那今年因為疫情 所以要延後 所以我在講 這些大港開場要不要辦 只要他們願意的申請 當然要大力協助 但是我們也要協助這些 所謂在地方創生的 只要需要政府 在政府能力範圍內做得到的 當然支持 我要挑戰一班 他們也不一定來 是他們要辦 我們來協助他 那個主從不常想 人民才是這個城市的主人 他們要辦什麼 我們在法規 在政策上 在預算上去支援 讓每一個人去實踐 追求自己的理想 了解 好 那最後呢 請跟高雄市民可以說一段話 例如說 你想要特別宣傳的事情也好 或是想要呼籲話 甚至是 可能想要澄清的事情都可以 沒有 我希望高雄市民 給我兩年 我當然沒辦法給你全世界 不是廣告用語 我可以把高雄這幾年的 人又光榮感 全部找回來 而且會看到希望 那這個是要以人民為主體的 讓我們一起來 這是要拜託我們市民 真的不是給我當市長 是給大家一起來當市長 這城市是我們的嘛 我們大家一起來 這個才是要跟市民講的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訪談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接下來我們的 高雄市長無限保持系列 也會再去邀請我們 國民黨的候選人 李梅貞 那看看可不可以邀請得到他 那最後如果大家喜歡 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者是到旁邊去看看 陳其邁的訪問 然後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 掰掰 那有沒有什麼食物是你就是很推 例如說高雄最喜歡的食物 然後你可能到古島 你會想吃一輩子 我會推薦我們高雄一個餐廳 臺國菜海泰 它是全台灣的泰國菜的起始 OK 因為像你說現在 台北很有名的那個中 叫什麼 瓦城嗎 瓦城 對瓦城 他們都是早期 就是泰民喬生來台灣念書 也是在台北的高雄 那泰民喬生一畢業 有一部分全就開始當做開 在高雄瓦城 從高雄開始 那海泰民喬生 他們都是那個年代的 要一起來開業的 那後來才又在台北 才轉上去 而且泰國菜 我們每次去那邊 都 我們每次都吃三晚飯